恶搞江湖,王牌曲集,多重人格题材,TVB开年档三句,谁有宝箱? 俗称,TVB炮灰档的农历新年假期已过,但进随其后的港剧开年档,也是炸暖寒寒,看剧欲望不高的次炮灰档 不过,亦有神仙世俗的勇者在这个灵气旺的档期下,平地已生雷爆出的,譬如,去年这个时候的亲戚我好吗?前年这个时候的公公出宫,还有今年年初的平安谷,君逆事弹出,收市与口碑节节上升,在冷门档期产出逆天收市的港剧爆款 本周,苍底翻生的波士早晨与和拍板无间道即将大结局 3月5日,TVB万千黄金当三线具有两部上新,8点半到推出以喜剧形式恶搞武林门派的《翻生武林》,肖正男,黄志贤,将大卫演绎江湖恩仇背后的笑料摆出 9点半当有王牌系列的许作《果兰》中的江湖大嫂,陈伟在男人堆中打滚,施展浑身结束做果兰江湖的新一代画世人 还有周日当女王黄志文领衔主演,一人分是三重人格律师的《三个女人一个音》 三部风格截然不同,或颠覆江湖含义的另类江湖剧,或港剧少见的多重人格题材,强势入入开演党 他们能否延续去年TVB剧的好势头,为今年TVB开春交出一份令人刮目相看的收视率成绩单 港剧2018能否再开一个傍年?大家拭目以待 才写,南斗记者,蔡立仪,翻身武林,高手云集,武林从此多笑声 恶搞武林门牌,江江湖温饭情愁的世界艳逸的充满笑声 港剧卡在怪题材上通常能露一首 翻身武林以明朝东场作为背景,提起明朝,并比令人想起那个残酷的特务机关,东场 但该剧无论在角色名称,演员造型及剧情恶搞方面,却有可能让观众笑不拢嘴 故事以解放武林门牌,令英雄重新抬头,江湖其死回生作为主轴 讲述武林五大派别被朝廷收编,由东场管理并需定期服用化工丸消除神功威力,免其对抗皇权 一众前武林高手有人逆来顺受,有人锐意改革武林 但当中乌龙摆出,发生一连串阴差阳错之事,令反生武林以爆笑喜剧形式呈现在观众眼前 演员阳阳正容方面,虽非王牌一线大卡,但各有看点 江大卫,张哥,纵横影视圈近50年,大侠形象深入人心 击毁他饰演前武林盟主任我非,角色被困干年,双目失明却拥有超凡武功 张哥亲身上阵,武打动作前进力了,宝刀未老 肖正男与陈凯琳世纪剧轮哀哀后再度合作,分世男女一号 肖正男饰演的乾坤人派掌门之子玉云龙,凭聪明机智,伶牙俐齿的性格 在平安客栈说书探好武林,肖即去年超时空南辰的云大军之后 在校将的路上越行越远,追赶黄子华有击 陈凯琳的角色愁在心从小被人收养 以为父母被奸人杀害而变成不苟言笑的女魔头,硬朗,冷酷无情的形象又别于这位小鲜花过往的枝渣笑妹妹角色,可谓一大挑战 黄志贤饰演义正义邪的提督,意外变成太监,笑料百出 该剧单起手欧耀兴世替绿币心扎兼致,近年作品完美叛律 灿烂的外母一路的佳绩 她在翻身武林发挥其搞笑创意,恶搞武林门派,如班卓派,纯真派,玉女派及八卦派等 又大胆启用恶搞拍到泰晨与瞎头,夸张搞笑的演义定闭令俊妮碰富大笑 果然中的江湖大嫂,看前呀是以捷尾歌施展上位大法 果然中的江湖大嫂,听剧名是否似曾相似,分外亲切 原来,四局为两年前火线下的江湖大佬的姊妹作 由陈伟、陈丽湘、黄光亮、黄浩然、杨明等领先主演 保留了不少原班尼马 上级若算是江湖大佬戏 今集则为由伟哥支撑,连续几部剧都是演江湖大嫂的陈伟量身定造 由马的果蓝,龙蛇混杂,玉叶玉精彩 是昆过气女星陈伟,山穷水尽之际竟发现自己是果蓝继承人 为了取回英德里,她在男人堆中诗人浑身解数 与果蓝霸王斗格尼斯抹活,是要成为新一代画世人 TVB中的闲亚式花旦们,田蕊、妮、万启伦、陈伟、江美伊等等 大部分已解四张的年龄,或已成为幸福少奶奶 但她们容颜不老,艳光更胜从前,在公仔乡继续大放光彩 田蕊、妮和江美伊就率先迎进全程热化 在TVB颁奖礼夺下事后,最佳女配绝大奖,陈伟后劲不俗 在果蓝中的江湖大嫂名正言顺单纲女一号,造型极为强颜 论演技和观众缘或许会再次威胁一众亲生子女的地位 去年事后一出炉,今年的事后潜力鼓,陈伟里应有份套出 江湖戏,一定有许多打打杀杀 威哥表示,这次其实是一部温馨写实剧,江湖演绎为整个社会 果然只是社会一部分,并无黑社会的意思 反而是讲述一般劳动阶层的奋斗故事 值得留意的是,这句亦是刚解小鲜肉逢 明明首次单纲较重戏份的处女剧 《小鲜肉》,扎演技 看了再说 三个女人一个阴 黄志文分是三重人格考验演技 三个女人率先在大年初三上到 被安排在炮灰当的周日到 可谓双重炮灰当 近年演技备受瞩目 去年在降魔的更大放一彩的黄志文荣生 周日女王,皆因其作品经常被安排于此不利当期 黄志文即使演过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例如巴不得爸爸的眼睛魅苏凤莲 缺宅男女的关二嫂 飞虎的苏文强 On Call 36小时的红梅雪等 她既能演艺正气的女警 正以律师和专业医生 又能演活孕妇和刻薄石乃 如此反差都由任自如 将角色演绎得恰到好处 离实力派也并不远了 可惜无限近年里碰年轻花旦 黄志文属于不上不下 夹在中间的准滋身花旦 路比别人难行 但多要一点弯路 未必比别人更吃亏 黄志文金四代三个女人中挑战饰演 患有人格分裂的角色 演艺出三种不同性格 分别是完美律师 狂野女郎和怕是悲观的安纯妹 艺人分是多角最考验演员的演技 黄志文若能成功驾驭 下一站 事后与他未必无缘 又一波港剧来袭 你最期待哪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